走上楼梯右侧的墙面全裂开 满地都是水泥块 住户小心翼翼 但每踩一步都听得到碎石的声音 真的好危险 除了民众的住家一楼 这间超市的状况也很糟 走进超市内东西掉满地 中间这根柱子严重歪斜 常常一到边缝看了好吓人 东西这么多却全部都不能卖了 因为被贴上红单 目前不能再一页 桃园总理南园二路 这栋民宅社区受的地震影响 建物结构受损严重 经过市府建管处 委托的土木继续工会 勘察鉴定判定为危险建物 被立刻贴上红单 市府也紧急撤离16户 有44人暂时安置到渔关 那一天没人知道 没人通报 我进去看了 想到当天地震发生时 原型有遗迹 不少人外出上班不在家 日新的住户赶快通知主委 才发现事情严重 因为住家内部受损严重 柜子家电倒塌之外 水泥砖墙两住损坏明显 住户透露 这处社区大楼盖了33年 没有想到长正后 居然受到影响 目前桃园市政府也统计 从3号发生至今 总共有233件同胞建物 毁损的案件 当中有168件需要结构继续 进一步鉴定 红单的部分则有4处 黄单有14处 不过中立这处经现场失查 发现受损情况 与常见的地震损害形态不同 然后进一步比对 设计图才能评估 后续如何处置 TVBS新闻林志伟 陈旭叶军同样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